据国内媒体4月4日报道 当地时间4月3日 在俄军撤离基辅北部后 乌克兰方面发布了一系列基辅周围 不洽阵平民死亡照片 并指控俄罗斯实施种族灭绝 报道称 不洽阵位于基辅西北37公里 在俄罗斯军队4月2日撤离后 乌克兰重新控制了该地区 4月3日 乌克兰国防部发布的照片与视频显示 不洽阵有多具尸体 横尸街上 当中有些双手被反绑在后背 不洽阵长费多鲁克称 当地有超300名军民被俄罗斯军队杀害 他告诉法新社 其中有280人被埋葬在乱葬岗中 乌克兰总检察长韦涅迪克托瓦4月3日称 已找到410具平民遗体 针对此事 乌克兰内政部长沃纳斯提尔斯基称 很明显有数百名平民被杀 但他无法透露具体人数 因为该地区仍在努力清除地雷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谴责其为屠杀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指控俄罗斯 实施种族灭绝 泽连斯基告诉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这是种族灭绝 对整个国家和人民的灭绝 不洽事件发生后 欧洲纷纷谴责 德国方面称 欧盟将在未来几天达成新一轮对俄制裁 英国外长特拉斯称 必须将俄罗斯入侵期间攻击平民的指控 作为战争罪调查 4月3日 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 谴责其为可怕的战争罪行 并呼吁欧盟国家对俄罗斯采取新的经济制裁 当地时间4月3日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有必要对发生在乌克兰不洽事的平民运害事件 进行独立调查 对于此事 当地时间4月3日 俄罗斯国防部否认称 没有一个平民因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死亡 照片和视频为乌方导演 是乌克兰政府挑衅 声明中称 在俄军占领期间 不洽阵没有一个平民 因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死亡 当地居民可以自由行动 并使用通信工具 也可以随意出城向北行进 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居民 发放了一共452吨人道主义救援物资 不洽阵南部包括居民区 遭受乌军禁一昼夜的大口径火炮 坦克和排机炮炮机 所有俄军已于3月30日 及俄乌伊斯坦布尔谈判的第二天 就全部撤离了不洽阵 31日 不洽阵长费多鲁克 也通过视频证实了 城市中没有任何俄军存在 不仅如此 俄罗斯国防部在声明中说 所谓在不洽阵的犯罪证据 在4月3日俄军撤离的第四天 乌军和乌克兰媒体抵达以后出现了 俄国防部认为 这些来自不洽阵的照片和视频 都是乌克兰政府为西方媒体导演的 是乌克兰政府的又一次挑衅行为 是乌克兰政府为西方媒体抵达以后出现了